希望你可以轻松自在地做你自己 此刻的你应该已经开始幸福地生活了 我在这里祝福 希望他对自己好一点 还是要继续坚持到最后的 转眼迎来了安乐传大结局 相信不舍的不仅是剧迷 还有他们 对弟子原来说 我希望你能够放下你心中那些仇恨 然后可以真实地去做一个仇恨乐 对于仇恨乐来讲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永远像洛明熙给你起的名字一样 希望你可以轻松自在地做你自己 也希望你戴着的面具可以成为你 我觉得你是我演的最惨的一个角色之一 就是反正在扮演你的这段时间 其实内心也非常纠结 因为你的很多事情都非常苦 你是真的内心承受太多 所有东西打碎了牙也得往嘴里咽 所以承担太多 很开心啊 就是说能有个这么一个开心的结局 此刻的你应该已经开始幸福地生活了 我在这里祝福你希望你好好生活 开开心 对自己好一点 然后呢 祝你得偿所愿 今后的生活都自由自在 就希望如果洛明熙有来世的话 希望他对自己好一点 当然如果你选择了你要走一条路 我相信以你的性格 还是要继续坚持到最后的 我叫任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能替地家人说是的 唯有我弟子原一人 我曾经对夜明 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 但我这一世 都会护着弟子 有没有事 叫我洛大人 叫做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